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戴资颖11 把领先第一局戴资颖先连拿了2分 但慢热发生不少失误 无法快速拉开与对手之间的分差 戴资颖还一度连丢5分 让张贝文超前逼分取得10 7领先 第一次技术暂停 张贝文以11 就领先 戴资颖在失误评后 接连二次挑战成功也要回领先 但张贝文的攻势灵力 一季漂亮杀球再独逼成19.19分 不过张贝文关键时刻发生失误 还出现回球挂网 戴资颖以21.19分拿下第一局 世界球后戴资颖今早10点是竞赛16强战将对上美国华裔女将张贝文 戴资颖与张贝文生涯队战以3胜2副烧战上分 戴资颖首战队上澳洲台一女将陈村瑜 只花30分钟就以21.10分 21.16分之落二胜出 轻松晋级16强 而世界排名第12的张贝文是竞赛首战则是陷入苦战 敖战三局才以13.21分 21.18分 21.15分逆转获胜 戴资颖今天对决张贝文将寻求个人国际赛的31连胜记录 并立拼8强门票 望生涯首个世界冠军目标再往前迈进一步